百元大超堆成小山高 获奖人手捧一捆捆现金 跟师长合影 这不是上市公司发红利 而是学校发奖金 温州数人中学大手笔 发八百多万人民币 高达四千多万台币 给考试优异的高医生 也想吸引优秀新生就读 校长还说 为此卖了一套房 有家长叫好 但也有人批评太过公立 同样引发争议的 还有这段画面 男子高调录影炫富 说自己到朋友家玩 并在一亿元人民币 跌成了钞票墙前 趁机炫耀 男子越说越得意 强调钱都是真的 壮观场景 令网友大开眼界 但如此高调 炫别人之父 不怕被有心人 寄予吗 记者宋头报道